大家好,我是莉莉,我今天读一个故事是用不同的眼睛看 冬季的一个早晨,小黄雀用凤树籽和凤树芽填饱了肚皮后 就在凤树的兔之间爬上爬下 旁边一棵树上飞下来,一只乌鸦向雪地的上空飞去 突然一只鹦鹏至天而见,把乌鸦抓住 飞到凤树上大口地吃掉了 小黄雀等鹰熟,吃饱了就飞到旁边的一棵树枝上仔细地端详它 小黄雀不怕蒙情,自己这么小的鸟,鹰熟是碰也不碰的 鹰熟的脑袋是平的,蓝色的尖锐像钩子 有着黑黑的两甲和黑黑的两只大眼睛 你干嘛盯着我看? 鹰熟问小黄雀,你是在羡慕我的力量和锐利的眼睛吧? 这样的眼睛是值得羡慕的 乌鸦从树上飞起的时候 我正在那一刻荣山的上空 我是从哪儿看见它的? 我才不羡慕你呢?小黄雀说 我对我自己的眼睛也很满意 那是因为你不会高飞 鹰熟 反驳他说,我可有高飞的本领 每年春天我都要飞到雍端去 我从那儿可以看见森林,天野,江河,胡椒,还有人类的虫装 我看见全世界都在我的身下 可是,你能看见咱们森林里有一棵树,现在有小叶子和牙吗? 小黄雀问道 没注意 鹰熟回答 不对,你根本没看见 你也看不见 小麻雀逗他 怎么会看不见? 鹰熟气愤的说完 一个藤生就飞上了天空 但是他在森林的上空转呀转呀 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小叶子和牙 只好回来了 小黄雀,你骗我 鹰熟让道 森林里连个小黄点都没有 更别说是什么牙子和叶子了 你说的不对 小黄雀回答 所有的森林冬天都有小叶子 所有的树木除了段树之外 冬天都有牙 你看 小黄雀跳到凤树牙 跟前 剥掉一层又一层鳞片 等最后一层鳞片被包下来 鹰熟就看见一对折起来的小嫩牙 两片小嫩牙中间有一束很小很小的牙 它下面有一个知识链接是什么 是不是 我给说一下那个知识链接 它是说什么 就是说它那个眼睛 是不是 鹰熟的眼睛明亮而锐利 它飞到高宫 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鹰熟靠捕捉乌鸦等体型较大的 飞鸟和兔子 等地面上的小动物为时 黄雀的眼睛虽然看不到很远的地方 但是它能发现树上小小的嫩牙 在含了个东西 树上的嫩牙上覆盖着褐色的鳞片 就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只有小黄雀能看见 对不对 所以每一双眼睛 它那个作用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用不同的眼睛看 是不是 就能看到不同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听了这个故事 谢谢 拜拜 Have a nice day